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许医师 轻微宝宝的父母不知道会不会担心宝宝太年吗 老婆在院子中心就开始轻微 还有亲子共睹 白天几乎母婴同事 晚上才让宝宝去婴儿事 回家后 宝宝也都在老婆的身边 宝宝非常黏妈妈都只给妈妈抱 甚至别人痛一下都会大哭 对我们来说 这样并不是困扰 我们就是希望宝宝可以黏着妈妈 希望宝宝可以信赖我们 而不是认为每个人都是妈妈 事实上 也不会所有的人都像老婆一样照顾他 当然 我们也会鼓励宝宝接触陌生人 但也不会强迫 宝宝哭闹就会接手抱回来的 宝宝一出生就很爱哭 哭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 如果都不哭 我们才要担心 我们相信哭只是一个阶段 并不是他的个性使然 也不是故意要大哭大闹 所以我们不会让宝宝哭到泪 训练他哭没有用 哭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应他 想办法安抚他 就这样哭哭啼啼三个月 原本之后老婆可以有效安抚他 直到大约三个月有两周左右 突然有一天他让我抱了 真的让我又惊又喜 因为宝宝一出生 我每天都会抱他 不过常常都会哭闹 想挣脱不让我抱 突然感受到 他喜欢躺在我的怀里 这样的感觉真的很好 在四个月有两周 小宝宝也会给奶奶和爷爷抱了 情绪也比较稳定 比较没有出现 不知道哭什么的情况 我发现他的眼睛 好像突然间亮起来一样 开始观察周遭的人事物 而且喜欢玩游戏 而不是只会喝奶和睡觉 成为孩子的依靠 与鼓励孩子独立 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并不冲突 让孩子依靠 不等于孩子无法独立生活 不让孩子依靠 也不等于孩子就能够独立生活 我想健康的发展 应该先让宝宝依赖父母 让他先相信父母 然后再鼓励孩子 与他人相处 学习什么样的人 可以相信与合作 先向内再向外 各位还喜欢今天的主题吗 如果有认得想了解的主题 欢迎留言给我 或是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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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